中文字幕 李宗盛 開始編隊機動訓練 準備組成單重隊 編隊訓練 這型艦上配置的艦空導彈 前段是六個發射單元 每個發射單元六枚 在艦的後段 就我們的後面 還有兩個發射單元 也是每個單元六枚 所以說全艦的一共八個發射單元 整個對空的攔截能力 應該是在我們現役的驅務艦裡面 是比較強的 我個人覺得應該是 非常希望有這樣的機會 能跟世界的海軍 包括我們美軍在內 有一個交流 有一個溝通 有一個相互學習借鑒 這麼一個機會 會